粉紅色招牌 寫著巧玲瓏三個字 賣的是熟女服飾 賣有網友很納悶 這間店看似生意普通 但怎麼這麼多年來 始終屹地不搖 可能成本很低吧 賣的族群 上班族或貴婦這樣 反正總是有那個 金字塔尖端的客戶吧 有時候可能你越貴 越能吸引那樣的人吧 因為貴婦就是心態再比心態 買高單價的 然後錢比錢 網友揭秘 客群主要是首女貴婦 一次買不會低於三屆 出手都是五千一萬 店家更透露 尖峰時段是在早上 因為鄰近菜市場 我媽都會順便轉個彎才買 但更遍地開花的 還有一家神秘店 另外一間首女服飾品牌 一類名店 在台北其中一間分店 就開在南清東路黃金地段上 還連接了兩個店面 開設席建館 主打客群 還是以四五十歲首女居多 比較兩者首女服飾店 都從中部起家 一類名店 主打都會風格 在台灣有一百七十幾家門市 而巧玲瓏素材 源自歐洲日本 全台有九十幾間 網友揭秘 因為商品是高單價 業者專做貴婦熟客生意 還說是有年紀的董娘在逛的店 店家一天接兩三個客人 就有好幾萬業績 甚至有些婆媽 是去包色掃貨的 首女服飾店生存之道 在市缺也能屹立不搖 三新聞零聖陈佑榮 派對報道 在市缺也能屹立不搖 在市缺也能屹立不搖 在市缺也能屹立不搖